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時間過得很快 煮廚房這個環節都到了尾聲 很不捨得但又很興奮 因為今個主日就是復活節 我們已經等了40天那麼久 Rosa 你覺得怎樣? 我當然覺得很開心 因為復活節是我們教有信仰的核心 一個希望和救恩 所以我今天就請來一位特別嘉賓 跟我們一起慶祝 他就是Father Peter Chin 陳金來神父 歡迎你 神父 你好 神父 你好 陳神父 我們經常都說 基督復活就是我們信仰的核心 可否跟我們說一下 我們中國有一個說話 人死不能復生 意思是一個人死了什麼都沒有了 復活耶穌是戰勝死亡 罪惡 意思是這個復活耶穌 是給我們大家一個救恩 又給我們大家永遠的生命 這就是我們所相信的事實 耶穌基督的復活 就是我們將來復活的標記 所以耶穌的復活 引證了我們不需要害怕死亡 復活是新生命的開始 好似在黑暗進入光明 所以我們聖周六就會去守夜禮 聖堂裏面就漆黑一片 但是神父就會在復活蠟燭拿著火 然後就會傳給教友 而教友就一個傳一個 這樣點著手上的蠟燭 聖堂裏面全部都是燭光很美的 這個燭光是代表耶穌基督來我們的世界 帶給我們的光明 他自己也說過 我是全世界的真光 很多望教的人 即是無導者 在我晚都會領洗成為教友 是的 復活耶穌是代表新生命 所以那些無導者他們領洗了 他們也得到新生命 而對於我們領洗的人來說 那一晚我們就會重宣聖洗誓願 重宣聖洗誓願 是提醒我們為何我們要做基督徒 為何我們要跟隨耶穌 到了星期日 復活主日的來臨 這麼高興的日子 我們去聖堂 大家都有互祝Happy Easter 而復活節離聖之後 很多人都會一起慶祝 小朋友就特別開心 因為可以吃復活蛋 小朋友怎知道只吃復活蛋 他們還玩Easter Egg Hunt 陳臣富 其實復活蛋和我們信仰有沒有關係 還是還是在商家用來鼓吹消費 其實很久之前 人已經用蛋來代表重生和春天 以前的人用蛋來慶祝春天來臨 因為蛋象徵新生命 小雞破殼而出 就好像春天萬物復甦一樣 後來基督徒就忍生這個意念 用蛋來象徵耶穌復活 令世人得以重生 到了今天 復活蛋都有不同的顏色和圖案 找復活蛋 還成為小朋友很喜歡玩的尋寶遊戲 不怪這些復活蛋這麼受歡迎 糖果商真的不會放棄每一個機會 他們會用糖果和朱古力來做復活蛋 來推動我們的消費意欲 這些都不是復活節的真正意義 用來基督徒的復活節 應該以耶穌做我們的中心 多謝陳臣富的提醒 Rosa 講起復活蛋 我又想起吃了 今天你會教我們做一個什麼復活節的菜式 在復活節很多人喜歡吃羊肉 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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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式的風味,好嗎? 講起口水流了,不如我們馬上做吧 好呀 Maria,進來吧 這次有這麼多材料嗎? 其實不是很多 我將它分為別類 你看,有個主角是碎油肉 調味料的材料 再加醬汁材料和拌碟 主要將調味料放入碎油肉 調好味道 然後放入焗爐煮45分鐘就可以了 再利用時間煮醬汁和拌碟 就是這麼簡單 這也是很簡單的 好了,現在我們開始了 那你們有多少碎牛肉? 今天我預備了兩磅半的碎牛肉 一杯牛肉湯 首先我要放半杯牛肉湯進去 那既然有這麼多牛肉 為何要放牛肉湯呢? 你放水也可以 放牛肉湯 讓它的味道更加濃 更加入味 我先放半杯 最主要是讓它吸收了水分 鬆弛十分鐘 效果就會更滑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時間 爆香調味料 例如一個蒜頭 五至六粒紅蔥頭 四至五條青蔥 我預先已經切好了 爆香後放在一邊 待會再拌勻 好了,爆香蔥蒜後 現在可以逐一把調味料 放入牛肉裏調味 首先我們先放糖 先放糖是否有原因? 對,逢是肉類 我們先放糖醃後 就會比較鬆化 現在就繼續了 我們可以再放五香粉 胡椒粉全部放進去 我們也是攪拌均勻 多少胡椒粉? 每樣都是一湯匙 好的 現在我們繼續放鹽和紅椒粉 那樣是每樣一茶匙 再加上半杯 剛才我們剩下的牛肉湯 是 好了 再放一杯切好的芫荽 是 一杯的腌肉粒 主要是把調味料攪拌均勻 做法真的不難 蔥蒜爆香了 其他材料何時放下? 現在開始放下了 首先我調味醬粉 這裡有三湯匙的生粉 半杯水 攪拌均勻 慢慢倒進去 好了 現在我們放下兩個蛋白 我們就預先預備了 我們輕輕地放進去 只是要蛋白的 不要蛋黃的 是的 我覺得蛋白比較滑 好了 最後我們放兩湯匙 現在真的要用手鍊了 現在肉調味好了 我們就分開一半 將一半放進焗盤上 我們就輕輕地做平均 是的 現在我們就開始做形了 在中間 畫中間線 用木匙巾 為何分開一半 我們用中間位置 我們就可以方便放雞蛋 好了 現在看看了 我們四隻雞蛋 即是我們的復活蛋 我們四個就這樣放在這裡 剛剛好夠位的 然後就將其餘 剩下的一半肉 平均地放在上面 現在我們就 做得更好看 做得更好看 好像是一個肉捲的形狀 大約是腸腸的 魚軟的 OK 可以嗎 我們等它定型 大約五分鐘 我們就開始開焗爐 亦都是華氏350度 那要焗多久 是嗎 我們焗它45至60分鐘 這樣焗到45分鐘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溫度計 驗一下 夠不夠160度 華氏 因為碎牛肉 是一定要熟的 那時候如果它熟了 我們都放進去 就調到450度華氏 主要令到它表面金黃色 更漂亮 設定好一點 這樣大約5至8分鐘 就完全完成了 那時候等它涼涼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做醬汁 醬汁包括甚麼材料 我好像剛才說 有預備一杯牛肉湯 我們就先煮煮 那現在呢 我們就一杯的鮮茄醬 三湯匙的醬汁 亦都是三湯匙的芥醬 兩湯匙的糖 我們用兩湯匙的生粉 加半杯水 就成為一個生粉水 慢慢地倒進去 好了 我們現在攪拌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18至20粒的車尼茄 放進去 你預先去皮嗎 對 用熱水拖拖 再浸凍水 皮就很容易裂出來 再加10至12粒剝殼的鴨春蛋 我們現在就可以關火了 焗它五分鐘就可以了 不用等它滾 因為車尼茄 你滾它就會爛 那些鴨春蛋 就是預先煮熟了 去了殼的 所以現在就浸它入味 我們就不需要滾它 OK 五分鐘左右 我們就可以倒進米糕糕裡 那車尼茄 不去皮可以嗎 都可以的 有些人喜歡不去皮 去皮一點就好吃一點 滑一點 點了蠟燭 更加有復活節氣氛 對 因為耶穌的復活 代表祂帶領我們 由黑暗部入光明 所以我們就要點蠟燭 很有心思 你看看肉卷裡面有復活蛋 賣相多漂亮 好看而已 不知道好不好吃 試試 神風 你試試 味道很滑 嗯 哇 好味 多謝 五香粉的味道也很出 是啊 中式風味嘛 嗯 神父啊 我也想問問你 對 復活節期間 我們都會和大家說 Happy Easter 亦都會唱一些聖歌 是有Aleluia這一句的 其實Aleluia是甚麼意思的 Aleluia是希伯來文 意思是讚美主 這是一個很高興的說話 聖經都找到的 A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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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伯來語的意思是讚美瓦威 即是讚美上主 這句話包含了喜樂 感恩和勝利的心情 早在舊約的聖詠 和新約的默示錄已經有出現 耶穌復活之後 知道耶穌聖天的四十日 是教會的復活期 教會慶祝耶穌戰勝罪惡和死亡 為人類帶來救恩 所以復活期內 我們都懷著感激和喜樂的心 讚美歌頌上主 高唱Aleluia Aleluia 所以我們要高唱Aleluia 這個不只是唱 這個要告訴全世界 這是一個喜訊 耶穌基督已經復活了 他是全世界的救主 今天很感謝你的陳神父 跟我們說了復活節的真正意義 又要感謝你Rosa 教我們做過這麼好吃的復活蛋肉卷 不用客氣 材料和製法 都可以在生命恩全網站找到 而主廚房這個四巡期特備環節 亦都全部播放完畢了 感謝大家收看 祝大家復活節快樂 Happy Easter Bye Bye 我們乾杯 乾杯 Happy Easter Happy Easter Happy Easter Maria Happy Easter untuk把這個作串 wreck 有的 我們要喝 那麼高 我們要喝 一個櫃子 可以喝 在一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